还没等着多尔滚问敖拜呢 这敖拜啊在一旁插手实力说 敖拜是以索中堂马首是瞻 得 烧鸡大窝脖 把这多尔滚的给卷回来了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昨天啊 咱们讲了这个索额图的故事 讲索额图的故事啊 就不得不提康熙皇帝至秦敖拜 因为这索额图啊 就是邪弱康熙皇帝至秦敖拜的那个人 您像什么韦小宝啊 魏东廷 郝老四 郑驴子呀 这些个人物啊 那都是小说家演绎出来的 不光如此啊 就是那个传说甚广的曹寅 就是曹小琴的爷爷 据说这曹寅呢 是康熙的奶兄 正经八板的 皇上发小的小哥们 在致秦敖拜这事上啊 也是立了大功 这个呀都只是传闻 没有证实所载啊 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 这索额图啊 就是帮着康熙至秦敖拜的人 并且在这里头啊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说到这个全臣敖拜啊 那有故事不是没得聊 那么为什么 咱们迟迟的没做这个小专辑呢 那是因为啊 若是讲敖拜的故事啊 它一前一后 有很多差序啊 互相关联 若是单讲敖拜个人呢 那么这故事啊 就显得不是很完整 那既然咱们决定讲敖拜了嘛 那就尽我所能把我知道的全抖了给您 让您这故事啊 也能听得过瘾一点 得嘞 闲言少叙啊 咱们书归正传 要讲敖拜啊 咱就不得不说这康熙初年的四大辅政大臣 这四位辅政大臣是谁啊 按照这个顺治遗诏里边的提法啊 这四大辅政啊 是这样排序的 首先啊 是索尼 然后呢 是苏和撒哈 再下边啊 是厄比龙 敖拜敖少保啊 排在这四个人的最后 那么这老四位到底有什么功绩 得到了顺治皇帝的信任 来匡扶设计福保佑主呢 这四个人呢 除了各自有各自的本事之外呀 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是这满洲的军功大臣 当然了 这个清初的满洲大臣呢 他不分文武 哎 您就比如这索尼吧 这索尼身上啊 不但有赫赫的战功 他也是啊 被这皇太极称为有大智慧大学问的人 皇太极有多喜欢索尼啊 这皇太极曾经给索尼亲自赐号 叫八克十 这八克十是什么意思 就是大知识分子的意思 赫者呀 可以翻译成啊 有小问的人 可是呢 这索尼啊 虽然是四大辅政大臣中的首辅大臣 但是啊 他有一个致命的劣势是不能弥补的 就导致后来其他三位辅政大臣呢 质疑过索尼的权威性 您就比如说 孝庄皇后和康熙皇帝 决定立索尼的孙女赫舍礼氏为皇后 其他的三位辅政大臣都不乐意 可是熬拜厉害呀 他就敢直接呀 向这皇室甩咸咧子 他说呀 满洲下人之女 岂可作皇后 他什么意思 他说这个索尼他们家呀 这个地位不高 是满洲下人 那这个满洲下人又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索尼的先祖啊 是海西女真 是后来呀经过征讨才归降到这剑州女真努尔哈士 也就是爱寻觉罗家族的麾下的 所以呢 在归降之时啊 这群海西女真呢 就以奴才自称 所以才有了敖拜的这番言论 苏格萨哈和厄比龙首先说呀 也都是战功赫赫 不但如此啊 他们呀还连着皇亲 他们的家族啊 和这爱心觉罗的家族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哎 最后咱们就说到这敖拜了 这敖拜呀 是整红奇人 是瓜尔加士 在清初的时候啊 他们家出了一个大人物 这个敖拜的伯父 哎 就是大爷呀 费英东 那可是努尔哈士起兵的时候 清初的五大众臣之一 敖拜之所以排在辅政大臣的最后 那是因为呀 他身上没有其他的光环 他身上最大的火苗子 就是军功 这四位辅政大臣啊 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君不姓爱寻觉罗 努尔哈士当年就交代过 若继位之人尚在冲灵 可由宗室辅佐朝政 这不就有了 这顺治初年 瑞亲王多滚辅政的事儿吗 可是这顺治皇帝啊 他吃过这个亏 亲王辅政啊 这瑞亲王这政辅着辅着呀 就差点把自己屁股底下 这把皇帝宝座给辅没了 即便这多滚 他没有这个篡位的心 但是有这么个摄政王在呀 顺治皇帝总觉得如坐针毡 施展不开自己的政治报复 在顺治皇帝的心里啊 这辅政大臣势力作戴 这事简直是忒可怕了 不能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 在儿子身上重演 所以他就精挑细选了 这四位外姓大臣来辅佐自己的儿子 当然了 这四位大臣呢 不但能力强 在这个八旗当中啊 也是相当有威望 可是顺治皇帝爱心觉罗的弗林呢 他小看了权力这个东西了 谁翻开手掌一看 自己手中做的这个权力呀 他也不会嫌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大 这玩意儿在手里攥着呀 那绝对会剥夺人的控制力 越大越好啊 在帝王时代 您把这权力交给谁 任他做大之后啊 那都是意味着两个字 出屁 嘿嘿 这些呀都是后话 咱们下文书再聊 这就回到了刚才这个话题 这四位辅政大臣 是怎么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呢 哎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四位老臣呢 或者是多尔滚的仇人 或者呀 是从多尔滚那儿 叛降到皇上身边来的 属于当年顺治皇帝 手底下的反滚集团 这顺治皇帝 虽然是一个感性的 爱冲动的人 但是啊 他不傻 是一位啊 英明的君主 他也想过 这辅政大臣的权势过大以后啊 也不是很好办 于是啊 他策立辅政大臣的同时 也并没有取消 义政王大臣会议 以这亲王杰书为首的义政王们啊 还是可以参政义政的 老王宴家 新王登基 这四位辅政大臣呢 算是粉末登场了 第一件事啊 就得跟这个满朝文武啊 和这个诸王贝勒们客气客气 于是就在第一天朝会上 苏克萨哈 厄贝隆 敖贝 在索尼的带领下 跪在了诸王贝勒的面前 只见着索尼 手捧顺治皇帝的遗诏 朗生言道 今主上遗诏 命我四人辅佐充主 从来国务政务 为宗室协理 索尼等皆异姓臣子 何能宗礼 金仪与诸王贝勒等 共认之 索尼啊 就跟这王公贝勒说呀 这老王宴家 新王登基了 让我们四个人呢 辅佐朝政 可是大清国开国以来 他没这规矩啊 向来是宗室辅政 我看呢 还是跟这个诸位王爷 和贝勒们呀 一块商量着来吧 这事咱们大伙一块干 虽然他嘴里这么说呀 可是他却把这个遗诏啊 手托得高高的 在各位王爷眼头了抖篷 这王公贝勒们一看呢 心里说了 你少来这套 这皇老爷子的意思啊 就是让你们四个人辅任 我们这些人呢 虽然都是宗室 不是王爷就是贝勒 可是谁又敢抗旨不尊呢 咱们呀 还是各司其职吧 于是啊 这帮王爷就说了 大型皇帝身之辱四大臣之心 故为以国家政务 赵旨慎名 谁敢干预 四大臣不让 索尼心想啊 得嘞 有你们这句话呀 我算是放心了 于是这索尼呀 又连忙跪爬两步 到朝圣皇太后的身边 就是孝庄文皇后 就在孝庄的脚边 顺之的灵位前 宣读了这老哥四个的就职誓言 资者 先帝不以索尼 索尼苏格萨哈 鄂比龙 敖拜等拥掠 一兆寄托 宝义充足 索尼等 嗜邪忠诚 共生死 辅佐政务 不思亲戚 不计怨仇 不听旁人 及兄弟子职 教唆之言 不求无意之富贵 不思往来诸王贝勒等府 不受溃疑 不接党语 不受贿赂 唯以忠心 仰报先帝大恩 若父为身谋 有违誓言 上天即罚 夺算凶猪 这誓言力的呀 他够狠 话说的也够绝对 四头堵啊 没有什么遗漏的 可是啊 您往后听吧 这老哥四个呀 没有一个 按照这个誓言做的 咱们这个小系列呢 聊的既然是敖拜 咱们就得聊聊啊 这敖拜 究竟历过何等战功 才能挤进这辅诚大臣之列呢 要知道啊 这敖拜 既不像索尼一样 多谋善断 也不和这苏格萨哈 厄比龙一样 有皇室内侵的背景 那咱们就得简单的捋一下 这敖拜的生平了 首先说这敖拜呀 是坚定的保皇派 当然了 这和他所在的八旗有关系 这敖拜呀 是湘皇旗满洲 收复大臣索尼 是整皇旗满洲 这两皇旗 一直就是隶属于皇室 也就是说 这个两皇旗的旗主啊 就是皇儿本人 所以他们跟皇上啊 不光有这君臣这层关系 还有这旗主旗奴的家族关系 皇太极驾崩以后 多尔滚啊 在三观庙 就曾召见过这两个人 多尔滚说呀 这先帝爷没有遗诏 如何策立新王啊 这索尼啊 翻了翻了眼皮 看了一眼多尔滚 说道啊 这先帝也有皇子在 一定要在皇子当中 选立新君 其他人啊 没有继承先帝之位的合理性 还没等着多尔滚问敖拜呢 这敖拜呀在一旁插手实力说 敖拜是以索中堂 马首是瞻 得 烧鸡大窝脖 把这多尔滚呢 给卷回来了 要说这二位啊 那可真不是嘴炮 就在第二天黎明 以多尔滚为首的 皇上家的王爷贝勒们 在圣经的石王亭 坐了一屋子 他们呀 在屋里开会 准备商量出来一个新皇上 可是他们没想到啊 这索尼和敖拜 带领着两皇旗的大臣 在大清门外盟示 令这两皇旗的巴亚哈兵 张弓搭建 围绕着宫殿战利 表明他们的立场 也就是说 今天必须选出来 这位新军呢 得是先帝爷的儿子 别人呢 我们不认可 讲到这儿啊 咱们不得不插一句 很多历史博主啊 都认为这索尼跟敖拜 支持的是 皇太极的长子豪格 其实呢 我有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啊 他们支持的是 皇太极本人 只要是皇太极的儿子 做皇帝 谁都行 谁他们都支持 很明显嘛 他们维护的是 两皇旗的利益 若是两白级的首领 顿滚做了皇帝 那咱们的日子 以后就不好过了 这敖拜对皇室忠心耿耿 在战功上啊 也是在那会儿 没什么人可以比得上的 有人说 住了吧你 小编你什么立场啊 这敖拜的军功 不就是杀汉人吗 您要是这么说呀 我就有点意见不同了 这杀明君 跟杀汉人啊 是两码事儿 有清代明啊 那是中华民族 咱们华夏内部的事儿 说白了呀 这叫朝代更替 无论是在明以前 还是在清以后 这白山黑水的女真发祥地呀 那都是咱们中华民族的领土 您要是非自诩 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呀 那就是这少数民族政权 夺得了中原汉族的政权 换而言之啊 这中国人就应该认为 那其实就是一场 中华民族朝代更替的战争 这历史啊 不能假设 但是啊 有这么句话 你得认清楚咯 到了近代史时期啊 爱新绝卢 皇室家族 没干好的事儿 这朱明王朝 也不一定能干得多好 您像皮岛之战 松锦惠战 西冲之战 这类的大战役啊 这敖拜都参加了 这明君啊 是惹定 没少死在他手上 可是这些 跟后来下江南的那些清军 扬州十日 家定三读 那种血腥的屠杀呀 他不是一个意思 敖拜的第一个大功啊 就是皮岛战争 现在要说起这皮岛来啊 他已然不是本国领土了 现在啊 这皮岛在帮帮斯密的那边 也就是这个鸭绿江的东岸 那会儿啊 在皮岛上啊 驻守着一员明军的大将 谁啊 就是毛文龙 有人说这皮岛 在战略上的关键吗 关键啊 这毛大帅驻扎皮岛 每当这黄太极啊 突袭中原的时候 这毛文龙啊 就领兵去骚扰这清军的后方 这根据第一被超啊 这清军在外 自然就不能放开手干 他练家呀 于是只能回访守家 久而久之 皮岛上这支明军啊 成了黄太极心中的大患 哎 要不然说呀 这老天爷他帮着黄太极呢 这明朝啊 换上来啊 一位新的寄疗都师 这人是谁呀 这就是那赫赫有名的 袁冲焕将军 这原都师啊 在我心里啊 那是神一样的存在 但是他可不是没有毛病 他是个小心眼 因为一些琐碎细节上的问题啊 他死看不上毛文龙 于是啊 就找个茬 把这毛文龙啊 给咔嚓了 这一下啊 算是帮了黄太极了 黄太极心里这个乐呀 攻倒 这还等什么呀 先把这颗大钉子拔了再说 重得二年 黄太极下令攻打皮岛 就在这次战役当中 这敖拜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是突击队长啊 他带领着小谷八旗兵 连夜摸上了贪图 一通大刀片子呀 把这守卫的明军杀得大败 抢贪登陆成功 一鼓作气攻到了城下 举火为号之后啊 大批青军才杀上倒来 拿下了皮岛 就是这次战役 这黄太极啊 收复了毛文龙手下的几员大将 孔友德 耿忠明 尚可喜 这帮孙子投成之后啊 这黄太极还得到了意外之喜 他一下子就掌握了 红衣大炮的使用 以及铸造技巧 在他日后啊 在火器上 能跟明军杀个持平 那是有绝对的帮助啊 在大战之后啊 这黄太极就直接给敖拜 晋升为三等男爵 伺候巴吐鲁 这巴吐鲁是什么意思啊 是勇士的意思 这满洲第一巴吐鲁的名号啊 从这就留下了 还有一点在我心里 不讨厌敖拜的原因啊 是因为这敖拜 倾剿过李自成 在西冲之战当中啊 把这李自成 轰出了陕西 才直接导致了这闯溺 死在了湖北 并且在顺治三年的时候 敖拜追随着肃亲王侯阁 剿灭了张献忠的大西农民军 并且呀 亲手一箭射死了张献忠 这农民军呢 有人喜欢有人恨 我就恨张献忠 这张献忠是个什么东西啊 杀人的魔王 以杀人为乐呀 成都一府 让这大西军杀的只剩二十余户 大白天的时候啊 在成都的街上 可以看见老虎在溜弯 您想想 他们呀 是人吗 就因为这敖拜 立下过如此的军功 才挤身于 辅政大臣之力 那么这敖拜 是怎么逐渐做大 膨胀起来的呢 哎 这您就得呀 听下文书了 这精彩回幕 就在下回 南书房 康熙皇帝才要 至秦敖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